现在NBA的顶心真的可以说是烂大街了 随便一个球星数据好点都可以 哪怕是数据刷子 带队也差 球队也愿意给顶心 现在顶心基本就是一年五千万起 千个五年就是两亿多 对于球员确实是最好时代 但是这些顶心里溢价合同太多了 真配得上五千万年心 我认为就五人 约基奇就是现役第一中锋 他真的是独一无二存在 虽然很胖 但是速率不慢 他球伤高 基本功扎实 经常把对手晃得晕头转向 常年都是场均二十分时篮板五助攻数据 不仅要得分防守 还要盘活全队 他就是绝金绝对核心 他发挥得好与坏 对于球队胜负影响巨大 虽然商业价值差了点 不过就约基奇这能力 这比赛效率 五千万年心完全配得上 字母哥可是攻防一体 轮迹战力 他就是现役第一 字母哥能攻能防 能从一号位防到五号位 全场比赛 他的存在感爆表 在自己数据亮眼情况下 他还能带队赢球 熊鹿在他带领下 已经拿了总冠军 市值也涨数十亿美金 对于这样的功臣 五千万亿年都低了 杜兰特就是靠进攻吃饭 他的进攻还是联盟第一档 谁都没想到 大伤后的杜兰特还能这么有 历史上是独一份存在 就杜兰特这手进攻 联盟就会抢着药 特别在这个进攻 为王时代 杜兰特价值连城 他得分爆炸力 关键球能力 还是最强一档 加上顶级商业能力 哪怕已经下滑了 还是值五千万 库里已经是勇士队第一人 他对于整个球队而言 那真的太重要 没有库里 就没勇士今天 是他成就了球队 为球队拿四冠 让球队市值涨几十亿 他是绝对的功勋 就算现在不负当年之友 勇士未来也难以再夺冠 对于库里五千万都算少了 他可是配有退役巡演 还会倍速铜像 还能进管理层 再高一点薪资都合情合理 最后是詹姆斯 40岁詹姆斯战斗力还是强 现役前十还是能进 场均25加5加5的数据 还是轻松 他依旧强过95%的球星 除了实力外 他最可怕之处是商业价值 有他在 球队肯定是赚得盆满钵满 就冲着詹姆斯吸金能力 五千万一年也是抢着药 这样行走的印钞机 没球队会拒绝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